第3次 词! 以前觉得可能是比较难在香港实施 但好像经历了之后都觉得有些事情 其实是香港可以做到的 我相信這個旅程對我們整班學來講是一個了解 對於環保措施是一個好的學習機會 他們一說到環保或者說到自然 是很自然地表達到那種對自然的言語 很喜歡擁抱大自然 可能是因為我們這次旅程去的地方 都是一些比較環保的地方 其實很被他們那種熱血感染 其實說實話兩地的環保意識真的差得很大 在台灣就是像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人們心中已經有一種很強的環保意識 就不需要外界去給他們那種像強制性的感覺 而在內地呢就是政府比較喜歡做一些那種表面的工程說我們環保 比如說在電視上大張旗鼓地說要那種推廣那種環保袋 但是在實際人們生活中仍然看到有很多人仍然就用那個塑料袋 所以說我覺得內地還是應該多想台灣學習 還有香港其實它不能夠做到什麼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因為它真的沒有土地可以做這些東西 比如我們今天收拾他的字 我們第一次上手就撕開它 幫忙幫忙搞聽一下他們的東西 我覺得這邊真的有些環保的制度啊 人民的理念啊 是一個很走在的前列啊 和很深入人心啊 我覺得這些要是真的要吃地坊才能夠做到的 最一 感覺我們把它整個概況都接觸到了 然後有一種感覺是不適 然後這個垃圾的分離啊 然後也上一些習慣啦 然後可以將這些在台灣的所見所聞 可以告訴自己信號的朋友聽啦 然後也跟大家一起為信號環保做一些東西啦 在街五個不環保的話 在街五個晚上回到去 你會不會做些什麼啊 我不坐電台了 在行山 你畫的 錄低手啊 回到最初的起點 記住你青色的臉 我們終於來到了這一天 三櫃 行了 沒有啦 大哥 我想說你聽完 後面的女生看著你